天气越来越冷了,寒潮也越来越近了 那这寒潮是怎么来的呢? 咱们常听说 一股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来了 来不及解释了,快上床 但其实冷空气并不是西伯利亚造成的 而是从北极来的 冷空气们也怕冷 一路向南到了西伯利亚大平原 打算在这定居 可北极造的冷空气贼多 没过多久这西伯利亚就堆满了冷空气 于是这些多余的冷空气组成了一股寒潮 继续一路向南找地住 他们跨过了山和蒙古高原 穿过了人山人海 终于来到了咱们中国 给咱们造成了寒潮 兄弟们,前面就是中国了 冲啊 由于寒潮是冷空气 而他们来之前呢 咱们这儿都是暖空气 这冷暖一相遇就哗啦啦下雨下雪 不过咱们也少不了寒潮 它是大气环流的一部分 能赶跑雾霾跟空气净化气势的 所以冬天到了 大家不但要保暖 也要记得通风哦